随着育儿知识的普及 家长们关注的焦点 也从过去只关心孩子的身体发育 慢慢发展到了 如今全面关注孩子的身心发育 其中注意力就是宝爸宝妈们 比较关注的话题之一 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办 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老公我发现咱儿子有点问题 你说 我看他最近走发呆 有时候吧 我叫他就好像没听长话似的 问他问你也不回答 你说气人不 那你说这是不是病 用不上一段看 我跟你说点事 你在那儿 他干啥呢 听不听着我说话 你看你看就这样 你儿子跟你一模一样的 怎么得真心不在眼毛病 也传染呢 也传染呢 好了再见再见 老婆我就打一个电话 你打我干什么玩啊 从宝宝一出生 就有原始的注意行为 比如大的声音会使他暂停吸润 明亮的物体会引起他视线的 短暂停留 同时在宝宝婴儿的阶段 也出现了感觉的偏好 如三个月内的宝宝 有形状的喜好 三到六个月的宝宝 有喜欢的节奏或音色等等 总而言之 一岁内的宝宝注意力 往往由外部事物引发的 一岁开始 宝宝有意注意力逐渐发展 有意注意力 需要宝宝付出意志的努力 才能维持 刚开始宝宝的有意注意力 时间并不长 不稳定 不灵活 往往仅能注意 自己选择的活动 所以当他做某件事情时 你叫他经常得不到回应 两岁以上的儿童 可以根据成人的指示 而转移注意力 去注意成人选择的活动 三岁以上的宝宝 虽然有意注意力明显提升 但仍是无意注意力 占主导优势 三到四岁儿童 能够完成先贴指令 然后做事情 但他们需要全神贯注的 听指令 而且一次只能 顾及一种指令 平均注意力时长 在三到五分钟 四到五岁的儿童 可以在进行活动的同时 听从指令做事 平均注意力时长 在十分钟左右 五岁儿童注意力时长 可厌长到十五分钟左右 当然 如果在游戏的情境中 儿童注意力集中的时间 在上述的基础上 会略有厌长 你说咱家孩子 是不是多动证啊 别瞎说 怎么又多动证 我发现他坐不住板证 我陪他学习吧 不到五分钟就跑 不能啊 那我陪他看书的时候 看他老认真了 不让他看都生气了 什么 你陪他看啥书 你先说你陪他看那什么书 我陪他看 老的学古诗 我陪他看的是 植物大胆僵尸 我给他念三字经 我给他读 两只熊 我陪他玩字母连连看 我陪他玩手机小小的 宝宝的注意力 会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 第一就是宝宝的兴趣 宝宝的注意力 容易随兴趣而转移 对感兴趣的事物 往往注意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宝宝对周边的事物 普遍都非常感兴趣 所以注意力就会不太稳定 第二呢 就是认知 一般认知水平越高 注意力水平也就越高 我们一些感觉统合失调的宝宝 由于大脑的智慧和控制的能力比较差 也会影响到宝宝的注意力 第三就是自身的发育 我们身体状况较弱的宝宝 玩一会儿就会感觉累 往往表现为注意力时长比较差 而且呢不集中 除了上面这些原因 宝宝自身的个性的特点 以及宝宝的情绪状态 都会对注意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